這個杯子又多了一個可愛的感覺 可愛的包包 夏其穿這樣子 可以搭配這個金配黑 然後這是銀 銀就配銀色的鏈子 然後它的這個材質是有點亮亮的漆皮感 然後是有這種皺皺的感覺 那你也可以這樣子提著 它這個皮質算是比較平一點的 對 不會太薄 而且它上過蠟 它下面也是這樣立體的 所以它可以站著 對它可以站著 然後這邊是做這種轉的扣子 它那個轉的扣子很小的耶 對 這樣 小小的 然後裡面的話 它的孔就是你可以自己把它拉開 然後裡面有一個拉鍊帶 跟一個這個分隔層 我覺得它的容量算是小包裡面也蠻夠的了 可能長甲比較沒有辦法 中甲可以 長甲是不是會有點露出來 可能會突出來 對對對 很可愛 兩個顏色都會很可愛的質號耶 對啊 因為它都是有帶點亮度的 氣體亮亮 現在我做一些抓皺的感覺 所以它就還蠻耐油的 不怕刮 不怕刮 對 它有做皺的那種細紋 所以就蠻耐油的 感覺會越用越好看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包就是 因為像現在不是出國嗎 就是會很容易遇到爬手還是什麼 你說要亮前面嗎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它很防盜的感覺 因為它有好多層 它還要這樣子拉開它才偷得到 很防盜 對 就是很安全 你不容易被偷東西 對我覺得還蠻OK的 或者是像這樣側背有沒有 然後把包包往前 就會正正 對 好看 另外也是可以調節長度的喔 對啊 好看 它其實真的很好搭 會有點延續像中那種機車包啊 或是那種感覺 你看你穿一個可能可愛的嫩嫩色 然後呢去用銀色來點綴 我覺得就是會有蹦出不一樣的感覺 感覺有提升的那個蝕蝕感度 對 因為你看我拿黑色我家裡 原本大家幾乎都會有黑色的包包 當然就是經典 可以開好 你看就是經典 但是我覺得銀色看起來會更可愛 對 可以搭一些比較有細菁用的東西 我是覺得黑色好像就是 會比較讓你比較成熟一點 對 然後銀色會再讓你減零個十歲 真的有猜 這個是媽媽 不是姊姊好 姊姊用貴婦感 貴氣姊姊在用這個 然後就是很經典 但是我覺得想要減零 或是比較跳脫 小皮一點 或是有點小反骨的話 我覺得可以嘗試銀色 因為它就真的有種好歪的 就有一點韌性的感覺 對 未來的感覺 像銀色的搭起真的非常美 真的耶 我覺得很可愛 黑色就是經典 但是它銀色真的就是有種小叛逆的感覺 你這樣打一字不字就跟你說 好可愛喔 我跟你說 你看你這樣大也很漂亮 對啊 或是我一定買的 銀色 真的是銀色 好啦 銀色啦 買啦買啦 而且它很貼心是它的鏈條 都是這樣子做銅色系 它沒有那種就是給你做一半的喔 真的 它真的有多分量 真的很流行耶韓國 而且會越來越多 可以先投資一下 所以觀眾要買起來 看美的 看